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川普政府密集動作對抗中共 包括關閉中共駐休斯頓領事館及封殺TikTok 有消息指FBI或情報指休斯頓中領館 利用TikTok支持BLM和Antifa 暴亂以阻擊川普連任 故促請川普採取行動 中共在香港強推港版國安法 引起國際社會的踏伐 近日瑞士公民更發起一項公投 決定是否限制瑞士的公司航號 與侵犯人權者做生意 若這個將在11月巨星的公投通過 可能大大影響由中國業務的瑞士金融業 在超過一個月的連日暴雨後 南韓時候又遭受強密颱風登陸情形 位於南北韓之間的非軍事區 近日更傳出有長達7公里的鐵柵欄被沖走 更誇張的是 埋在該區地下的地雷也被沖走 目前軍方仍在確認詳細數量 白俄羅斯總統大選投票9號落幕 官方援引初步統計結果說 長期執政的獨裁總統盧卡申科 80%得票率順利贏得連任 主要反對派候選人 吉卡諾夫斯卡亞軍 已投票結果 幾名在投票結束後爆發衝突 新唐人的電視整理報導 超級正確的 超級正確的 然後再選一場 任務 超級正確的